字幕提供 哥哥仔 這是愛心座 是給有需要的人坐的 不好意思 他是自閉症人士 自閉症是一種神經髮肉障礙 在兩歲前有可能被診斷 自閉症人士的特徵包括 難以與身邊的人建立社交互動和情感 在溝通方面有困難 重複黑板及有限行為、興趣和活動模式 例如前後搖晃身體、頭部、室內繞圈 尖叫發怪聲或堅持走固定路線等 對不起,剛剛留意不到 照顧自閉症人士需要無比的耐性 亦需要承受沉重的壓力 十分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、包容、接納和支持 而透過適當的治療和訓練 有提升自閉症人士的社交溝通及情緒控制能力 亦可用高功能自閉症患者的特殊才能 例如記憶力、藝術才能等得到充分發揮 共融社區和諧共建